一起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 让新竹市长高宏安三天两头到台北上法院 但重金礼聘三大律师高宏安开庭过程 跟检方大斗法始终不认罪 只承认这是道德瑕疵 如今地院历经一年审理 一审确定高宏安有罪 判七年四个月 十多公权四年没收十一万 前助理小兔环慧文 遭判两年缓刑五年 陈焕宇则是一年缓刑三年 而陈玉凯则是无罪 公卫文王玉文则是招判两年 缓刑五年 始夺公权两年 那何怡婷审卓高宏安位于立法委员的要职 那本人应该连结致辞 但是竟然为了增加立法委员可运用的零用金 所以罔顾立法院边议预算 支付给公务助理补助费的目的 非法利用职务机会诈取助理的补助费 所以这种情况 回顾整起案情 高宏安被控在2020年 担任立委期间 福报助理加班费跟酬金 以零用金制度要助理回找福报多出的金额 多出的钱 部分被高宏安挪为私诱 买个人物品 一共诈领46万30元的助理费 涉犯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嫌遭到起诉 检方批高宏安当时月领19多万元的立委薪水 每月或永龄基金会赞助的十多万 从事立委职务却压榨下属公司 不分海滩土小令 涉案的前助理 除号吐解的黄慧文 还有陈焕与陈玉凯都认罪求清判 但高宏安本人和另外一名前助理 除号公卫文水母的王宇文 始终不认罪 检方认为高宏安不认罪 还谢责给助理犯后态度不佳 应该要予以量刑 各自依照他们的涉案情节轻重 跟犯罪目的手段知识水准等等 一切情况分别量刑出 一开始所说的刑跟齿国公权的部分 一审判决终于出炉 也重重打击高宏安的政治路 明星文黄林马胜杰黄伯若 红果凯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